冷氣主機卡在鐵門前 佔了一半的通行空間 有一名貨車駕駛 以為這裡不會有人出入 準備停放貨車 沒想到卻被置之 就是這個小門 電家不給停 說是店內的進出口 但民眾訪問 冷氣機擋在門口要怎麼進出 店家還奇葩的回應用鑽的 沒有關係吧 他自己冷氣就擋住了 你會相信那個是出入口嗎 人從哪裡去 對啊 那個應該不是吧 冷氣本身就已經裝在出入口了 附近民眾認為地上沒有花紅線 任何人都可以停 可能是店家開店做生意 貪圖自己方便 雙方最終還起了口角 甚至出動警察 該處雖然無法是紅線 但因道路路幅較小 如果人在該處停車的話 會有占用車道之餘 警方到場一看 不管是店家還是投訴的駕駛 兩邊都不能停 因為這裡雖然沒有花是紅線 但會影響交通出入 日後也會加強取締 任何人都別想站 就彰化綜合報導 叫我們十分之一 雙方剛好 你ración看 雙方剛好